日前,备受考古圈及广大文物爱好者,关注的2018时代考古新发现终于揭晓,跟前几年相比,本次时代似乎格外火热,也说明大家对考古领域的关注和了解与日剧增。 我们先看看这次的上榜名录。 今代城址,重庆河川钓鱼城范加燕南宋雅鼠遗址,辽宁庄和海域甲武陈建遗址经远建水下考古调查。 整体来看,纯木藏类的只有一处,其余均为遗址性质,秉承了这些年的大趋势,即评选时越来越不以文物的精美或震惊程度为标准,而是更加注重学术研究价值。 这也有助于消解公众,对于考古就是挖木的典型误会。 由于本马前卒学历有所不胆,对于这十处重大发现,难以全部了然。 因此在这里只选择其中跟文明起源密切相关的略加阐释,即新石器时代第沙阳城河与卢山某两处遗址。 依湖北沙阳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,沙阳为县名,城河系村名。 这处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。 距今五千年左右,看过相关新闻简介的朋友,应该会记得这是一座规模具极大的城址。 考古工作者在此发现的包括城墙,人工水系,大型建筑,祭祀遗存,以及墓地等多种遗迹遗物。 如果放在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框架里,这处遗址属于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。 遗址全貌。 可能很多朋友对于屈家岭、石家河这些名词也是比较陌生的。 简单说,这是两个时代前后相连的考古学文化。 也是分别以发现地命名的。 其中屈家岭文化与中原、关中地区的养勺文化,大致处于同一时期。 屈家岭、石家河,被认为是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起源的重要阶段,已指出土投气。 此前,在湖北天门市石家河,发现了石家河古城,已然被视为长江中游文明的核心。 而沙阳城河的时代,比石家河还要早。 而且文化内涵丰富。 其学术价值非同一般。 今天, 学术界在讨论文明起源。 很多朋友也关心中华文明从何而来。 在过去, 西方学术界曾经认为, 文明起源的标准,包含青铜器、文字、城市。 现在随著讨论的深入, 已经不拿这些作为绝对标准。 尤其是文字。 一个新的重要标志,就是社会复杂化。 我们可以想象, 在史前时代, 想要建设大型的城市和水利工程, 需要有庞大的人口基础、 劳动分工、 社会分层。 所以, 像沙阳城河这样的大型遗址, 能够给研究者们提供丰富的材料。 二、陕西延安卢山卯新石器时代遗址。 提到卢山卯, 很多朋友应当也是陌生的。 但是, 很多人应该听说过另一个同样位于陕北地区的古城遗址石卯遗址。 近些年, 石卯遗址的知名度很高, 它的时代比较早, 距今有四千多年。 刚好位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下代初期, 而且石卯古城的城员用石块细柱而成, 至今储存下来的仍然非常高大威额。 此外, 石卯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。 具有礼器的性质, 石卯遗址黄城台, 作为同时期在北大地区最大的城, 还拥有这样的玉器。 可想而知, 石卯在北方和套地区文明起源中的地位有多高。 那么现在说卢山卯遗址, 它跟石卯的距离不算太远。 目前已经发现的面积, 几乎相当于石卯的一半。 也已经十分可观。 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规整的房屋基址, 以及墓葬区。 看上去, 卢山卯遗址的视觉冲击力, 不如石卯。 因为石卯是石城, 而卢山卯, 则是以夯土构筑而成的院落。 卢山卯遗址远眺。 虽然如此, 卢山卯的时代, 还要比石卯略早两三百年。 而且这里的院落, 同样具有很高的等级。 实质上已经构成了一座类似于山城那样的宫殿群。 被看作是中国最早的宫殿雏形。 另外, 卢山卯还出土了距今最早的陶瓦。 包括铜瓦和板瓦。 形质已经比较成熟。 彼此前认为的瓦出现于西州时期提前了很多。 卢山卯出土淘气。 当年, 关于文明起源的问题。 著名考古学家苏炳其先生, 提出了满天星斗的理论。 其认为中华文明, 并非起源于一时一地, 而是多元起源的。 如今, 这一南一北的两处史前遗址, 让我们对于早期文明起源, 有了更新的认识。 也更加印证住苏炳其先生论断的正确性。